好 再來要放一個詩 這個詩我要解釋一下 這首詩叫做慶輝 其實它是一首歌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知道如何 它是台灣新聞學師傅 它有一個小說很有名叫做一支青仔 因為大家都有聽過一感蹭直 慶輝什麼意思大家怎麼知道 科度 什麼的科度 對 青仔的科度 年輕人可能都不太知道 慶輝就是青仔的科度 我在考那個小說的時候 那個小說裡面很多大人畫 大家看過嗎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意象 我剛剛那個慶輝就是灰的意象 所以這首詩改用這個灰的感覺 一支青仔我跟人家講過 可能不知道這個故事 那以後那個小說叫做一支青仔 它的主角就是那個慶德燦 其實用大人畫講 真得慘的很慘的那個意思 那個青仔就是真得慘這個人 他們都很慘的 他想要賣菜 但是他完全都沒有資金 他就把阿瑟 他阿瑟就一支金火 就是那個金簪子 拿去等 拿去等後 中聖等會有一點錢 可以買一個青仔 所以可以賣菜 因為日本時代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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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察官很嚴謀 那他也會把他貼欄 所以那個青仔 他沒有去 那個用青仔的時候 在賣菜的時候 他就這麼賣肉 因為那個警察來跟你說 你這一斤多少的時候 通常警察的人要來跟你說的時候 那個青仔就跟他說 那個警察台人我算你比較少的 這不是白飯嗎 通常警察來 你就是跟他說三米就對了 那他就白飯 那他就真的要把他刺 所以警察就把他貼欄 說你這貼欄不明瞭喔 就是你刻度好像不準喔 你是有貼欄比較重啊 那他因為他太土地了 太太 他不會那樣 套套套套套套套 說沒有這貼欄啊 貼欄啊 貼欄啊 沒什麼 那警察就貼欄 三番兩次貼欄 然後最後 把他的貼欄壓抖 把他的為他的謀生說去壓抖 那這個事情不是個案的 其實那個日本時代 很多農民是這樣被欺負的 結果那個 小說的結局是 他在過年的頭子 因為過年 過年馬上要過年啊 我當然也要 有一點錢 可以讓小孩買什麼 可是我還欺貼去壓抖 我連某些工具的那個都沒有了 而且在那個殖民統治下 是那個人不吃人 就是殖民地的人民 有很多人不吃人 所以他會覺得連人生都不孤 結果 小說的結局 結局就是 在除夕夜的暗示 真正參加那個警察台詩 台詩廖主宰 就是 是一天晚跟那個 同志者 同歸於親 他沒想要 他沒想要 沒想要 小說的結局就是這樣 好啊 然後我用那個聖飛 意象就是 這首詩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念會大家聽好了 那聖飛 我當時不是都會 後連飛 那我把那個 慶飛 鳳庭飛 連飛的意象 都是 有點送行 然後帶著希望的 希望的意象在裡面 好啊 我先念 念 念好大家聽 念好這首詩 有修理 熱學的音樂專輯 我們2005年 那一段朋友 他就要推什麼 熱學的文學 所以我都幫他做這個歌 大家可以聽看看 好 我先念給大家聽 剛才是那個 妻子跟人家在參觀 三媽 村的錢站起來 把他洗去金火燒回來 不是比較要緊 因為三媽如果想 賺一點錢 就買什麼錢 他覺得說 他媽媽就覺得金火 他應該要 那個金火燒回來 是去花燒 這樣 然後他的歌詞 是三兩鐘五門 安爭堂五春 過了個代賣 他必買夢一四季 父親的死命 冰冬的社會 把整個苦慘 才會進出慶飛 是什麼 我們要付出多少代價 才能夠種出慶飛 第二段是 三媽冠富貴山 美麗經常到的很快的出門 把心肝放開 日夜都算過 要做人 不想做人 不想做人 台股減半路 不貪 只有兩萬公平 這個人的心肺 青草的寶貝 青草的寶貝 青草寶貝就是 都給錢 錢到那個 這幾一天 才會去出慶飛 三媽 這春金座比拜 後來做人火 百貝七火 送你去記錄世界 你就看見走 看見走 新時代的作法 在天天天地做什麼 你們都要做看 繼續輪轉 路來打賣 繼續輪轉 在米的火車 感謝會人家 照問台人 請問台人 請回 全家 請回家 全家的堂鍋 鍋是鍋米的鍋 買到的意思 就是結局是 大家就變成了 這就是事情 請回 整家的堂鍋 我放這首歌 給大家聽一下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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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渴台北 平几北方 只是为了 我禁忆的是一面 禁忆的消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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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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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他的結局都是一個要改變這個社會 譬如說他在說那個 譬如說他在說那個 主角潔滴參 他到我要把警察太子他自己祝散 其實那是有點悲劇英雄 就是說必須要有人犧牲 必須要有人用心去控制 才有辦法改變那個社會 其實我覺得那是努力對一個新社會的願望 就是說雖然是很悲慘的 但是他裡面有一個願望在裡面 所以我寫這條歌啊 那個唱會幾年太強調 好像是很無奈的問法 可是其實是 不用說是有一個寄望 希望就是我們要付出多少代價 靠我都有希望 但是我們就是要付出代價 那個希望才會來 所以這個詩的後面是這樣 我剛剛介紹這個 是主要也是要鼓勵大家 比較吃去看漏派的作品 其實台灣很多作家 但是漏派的東西是 以下的東西 差不多 譬如說農民的故事還是什麼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在發生 農民齁 然後那個房子去拿鐵 其實這個就是發生 社會其實不改變 所以看英俊的日本時代的商社 其實都可以對應現在的社會社 這樣好 再來 再來 那個 孩子可能可以困難 沒有人 那個 因為這個有一點點困難 但是 也是希望要介紹 就是 來介紹台灣 可能 什麼年文青是誰 可能沒有人知道 怎麼 什麼人抓去 老公年文青是誰 他知道 沒有人 對不對 他在說什麼 他 就是 左派 但是這個人才 這麼重要 這麼重要 其實沒人知道是誰 其實那是我們的歷史 沒怎麼說 沒人教我們很多的歷史 因為這個年文青是我研究的 其實我在他的心上看到 日本時代 地心粉絲 他怎麼去對抗 對抗市民進館 的那個精神 在裡面 對所以 什麼 他用一首詩來記錄他 我等一下什麼 講到講解 講解 可能大家應該知道吧 剪輯是誰 等一下 對啊 欸這個 台灣圖書是 應該比較多人知道 那個 台灣的歷史人物 那個 我的書裡面大概都是寫歷史 用那個 人來寫的歷史 感覺是大家比較知道 他是台灣共產黨 在那個時候 台灣共產黨就是 要支持台灣黨 裡面一個 造牌的政黨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老師 我等一下會介紹他 我先介紹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台灣很多 知識分子 然後很多人 明明他的精神 他的東西 好好用出來 是可以代表台灣的精神史 台灣的台灣人的精神史 跟台灣人的 抗爭史的東西 但是基本上 我們自己沒有全是全 所以這個人 這個人沒有去 這個人我們沒有去 我們就不知道 台灣人有 其實有這麼大的 好的歷史 跟歷史 跟歷史的過去 好 我先介紹 臉文慶 他是 日本時代人 他的 本名叫臉嘴 杜宇是他的鼻民 杜宇看起來是 法律對不對 其實他是台語 這個問題 就是他語 其實他講學校比例而已 他不是像 其他的精神分子 可能流血 或是怎樣 就是做反抗的一些 譬如說講味水 他投給他學校 或是說 蔡黑伙 他是流日 很多就是比較 既就他是地主階級 可是臉文慶 不一樣 講學校比例 或是一般人 但是他 結果是領導台灣文化協會 他是領導者 大家知道台灣文化協會 日本時代對抗日本政管 最強的一個組織 當然 偷偷分化去 為什麼一個 偷偷說 學校比例 他有辦法帶領一個 可以控制日本政管的 這個組織 其實他是有他的 蘇生的來源 我已經研究他的 那個 世界議員 今天沒有說過 那麼多個故事 有啦 我大家可以用 練的 來跟大家介紹 大家聽了 可以再去看 他其他相關的 對於 Lepismo是世界議 世界語 我今天沒有講課 世界語是一個人工語言 日本時代 全球的左派 幾乎都封閉這個語言 他們幾乎是 全球的左派共同的語言 因為他用這個共同的語言 在對抗帝國語言 對抗帝國語言 日本時代的一個 就是 比較少人會去做世界議 然後 他第一期 知道說 元祖民 其實也是我們台灣民族 就是英俊的第七文族 會覺得說 元祖民是青花 但是 他很早 他的思想 就已經跟世界連結了 所以 那個 好 大家 聽詩 然後等你 讀書 好 好 以及 道具 先讓人們五個 喻 有 內彼是我們 道具 租成添 撐能奔陶 大調 的人 還不見 我想 你讓這個道具 不是道具 你的嘴叫 清材的教育 貨巴奇葛 勞天 晨仔 讀書人要去那裡當中 不然有不少人看你進世到到 繞繞繞告變成你的本名 因為他抗爭的太用力了 人們叫他連繞告 其實他是最勇敢的 好 道如 真正是不完繞告 當讀書學校的你 真想用那個年十世代的語言和書上 來開出新路 你經常說去那裡 帶一番堆 賺他的帳戶 照他的壓線和勇氣 之後 你把拉丁文字記錄他 向世界報送台灣的名字 會有台灣的新世跟名字 那你發出的密閉 去沒有幾遍就改為 說他在這裏不是索馬入路 他在這裏是原住民 索馬入路是青藩 因為他在這裏是原住民 都覺得原住民是青藩 兩人親覺得不是原住民 好 還有 道如 你由原地的小家爪 破壞那些人的疏忍 要先當你吹起的 九月當春季的東西 他們跟你做那些佈刀 反應那些招牌的威力 對那些提唱民 作品頂的人工議員 在這裏是 你說台灣威力也需要中心破壞 才會有記憶 不過 你當老家爪 不是你家學家 只有甘一個文化的師 拍在九爪 道如 冠冠大地人 大地人後後一年 1924年 你若想就準 過境文書 我已經落後來 他去當典 感到落地的空氣 千里迢迢 總算一到 帝都重心 和帝國的造牌既舍 知道對市民地 開舊主馬 你把湯入北來的 北來的沙 好作一海 才讓山川君下出 就少民造的秘密 我在當時無間 混亂無面的社會 道如 你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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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問學家 沒有跟幾個無法 總是 你選過多多問答 叫農民當人 就突然跌起來 說 要跟 北國擦拼 他去到這個路 常常要走 結果 屬身人屁修理 說你小狗亂飛 接下來 路全分開 驚願 越越來越嚴 肅伯 腰部 你肯定跌倒 滾到肚臓中間 道如 馬屁修的襪衫 你沒有很久 不過 你如果打這番地 開舊俗館 從最早的團船開始 點點滴滴 扣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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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要有一種有信仰是常常把你拿去 檢查 你願望的國度 無照你的垂直走路 是說 無眠無眠 把車聽出來的你 常常知道 無聲立手來聽他的鼻鼻 可能這個意象是最好知 我簡單說一下 其實大家可能雖然不知道臉文堅 但是可能留到台北是一個側派 大家知道日本時代有左右翼的分子 就是無文民造運動的人說是右翼 無那個側派運動的人說是左派 到二零年代三零年代的時候 台灣人要 雖然同樣是對日本監管 中東部的監管靠空間 左右就分裂啊 因為路線不一樣 到底是要經常開始到這個 路或是邊做運動的路分裂嘛 他就是分 就是把那個臺文界 無法協會搞分裂的人 其實那是有他後邊的順順 但是這個後邊在說的就是說 其實是路線不一樣 跟現在一樣 台灣人做抗爭很多路線不一樣 這搞什麼理想在創業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 其實日本時代為什麼要說 沒有什麼在歷史來的那些比例 因為那是一個左派 但是他覺得台灣要重心破壞 在這裡他覺得台灣的青凡是 我們的很重要的民造 所以他的民造主義也在裡面 所以那是一個很複雜的思想 有的人就會覺得他是左派啊 然後他跟共產黨就比較近了 就覺得他是通牌什麼的 其實歷史詮釋有很多種 但是我感覺 這樣我們就回來看歷史 看那個時候的人面對什麼問題 因為他就要跟他看什麼問題 用什麼手段 其實看歷史我們可以 不能重複這位 看歷史可以看到現在的事情 好這樣 這是我研究的那個 我記得因為他把1919年 他用那個世界語做雜誌 這個世界語是用全球 很多左派的知識分子 全球發送的雜誌 他就把台灣的那個青凡 其實他用的是引力券 什麼入龍以後來有時候 就是台灣內館作品 他早早早就把台灣內館作品的故事 勇士介於介紹給世界這樣子 好 那蓮文青很重要的社員動作 如果今天大家聽到這首是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他的故事 這樣 好 出來我要介紹一個Guru 值得大家回憶的一個人 感覺 蓮文青是病死 60年代病死 可是感覺不一樣 他們都是跟一個時代的人 但是他們的文明差很多 一樣是左派的 然後一樣 都是知識分子 但是文明差很多 他是一個老師 當然也是一個老師 可是他覺得 就是工學校的教師 他有很好的前途 不過他覺得說 那個台灣的農民 如果沒有把他們 扣起來做那個空間 那台灣人沒有前途 所以他捨棄他的工學校教師 一組台灣農民組合 就是台灣第一的 那個階級鬥爭的組織 但是他在日本時代 他常常就要被抓去關 然後因為他是左派 可是這麼幾代的人 一直在替農民抗爭的人 不說未來的時候 那個白色空母 去給台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的人 因為什麼 台頭叫做 《Violins 無破》 我在看那個 楊渡 大家知道楊渡嘛 楊渡有寫了一本書 叫做 就是寫剪輯 裡面有一張商品 先讓大家看好了 這是剪輯年輕的時候 1922年 他都在 《Violins 》 《Violins 》就是小提琴 一個其實很浪漫的人 他為什麼要 那個 犧牲給他的時間 人家說叫他幹的 他每天騎腳的車就是 去跟農民演講 說我們要怎麼騎起來 我們要怎麼用訴訟 對抗 社民通地這樣 社民通地這樣 連老他每天那麼累 回來也會不會 摸摸摸摸摸 那個 那個 張伯雅他的婆婆 大家知道張伯雅嗎 他婆婆跟他同一個時代 張伯雅住在他 他婆婆住在他的旁 就跟他說 啊幹的幹的 你那個很累 還在那些 賣摸摸摸摸摸摸 更快他睡了 這樣 幹的就說 我沒有A才會死 那個張伯雅 跟婆婆說 你已經疼到要死了 更快他睡 他說我沒有A才會死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辛苦是奉獻給大家 但是耶穌 像是這麼浪漫的人 所以我看到 那個 我會用一個 做一個意象 就是 沒有破 沒有破的意思 我不知道 台北台灣的那個 沒有破看起來是沒有苦 可是其實是 還沒有方法 二零年代的時候 你要怎麼 對抗 殖民統治 剛開始還沒有方法 是知識分時 把他抓起來 把農民抓起來 到到 因為沒有破 療了 用到有破 所以其實這首詩的意象 常常是用他的小提琴 剛開始怎麼彈奏 然後剛開始怎麼抗爭 都不知道 然後慢慢 台灣的 這個 人民的抗爭時 怎麼被 阻止起來 那個的意象 好 有這些的意象 大家 聽那麼多 看起來很難感受 好 嚇到大家聽 沒有破 誰有感覺 他是高雄人 高雄的風雄的人 那條冬冬火 開到整片的一個孤狼 真心突起到 競馬上去 無禮反射一頭巾 搖車總來小氣 所以 不再風風雄 幹的 你的立馬 早就生生 對打馬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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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定在地面 你用青春 一漸一漸 天一頭咖的夢 等他看得空空 春夢 這種時間 我剛才有聽見 你的白咖 你 療療的 會出現大家去頭 為了印象 那個 米湯上去的時代 米湯上去是 那個 英倫的一個術語 農 眾民的農民 跟眾堂的農民 是相偵土地的 那時候 那時候 白咖你 腰不破 自甘家 做一個農民運動 真 幹的 你出事 在五日空 五日空出行 這是 1980年代的 520 農民運動事件 你出事 出在這裏 你全去把先生 換衣服 藏起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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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去 你 你 不 去 你 在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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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 我 有時感受人悠悠悠悠 有時中火金屍屍 那時 馬尾琳腰都不破 當時悠悠的琴聲在流 說感到 怎麼會就不佛 這藤衛生的胞子太輕 你的馬尾琳 每次都不破 這些人 也越來越珍重 對沒有你的琴聲 也要向你四處運動 馬尾琳不用三年 就抓到破 你說你台北的農民 變作樂隊 在全島的農村 學生 高雄 馬尾琳在我後補 做時間的 暗日沒過去 又一個暗日下來 你沒分沒火 出在你的金刀 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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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熱 做火拐冷 剛才的破 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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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爽在那個 封一個馬槍頂 總時間的 我哪想到的聽到 你的台語靈 聊聊的阿 先像你的鐵枚 口貴的便利 OK 暗的 暗的唱在你的眼角頭 你自己不知道在唱歌 還是會好的餐廳 一定香 這個是 不要我認不破 後面第二段 可能大家聽就知道 就是用那個意象 他的琴 他朴出來的東西 他覺得說等一下 就是他好不容易規劃 好不容易規劃抗爭 我們要怎麼組織 要怎麼抗爭 結果一個時代 兩種是新的時代來了 結果 暗日過去 但是另外一個暗日再來 連後前後 國民黨來 把第四分主全部抬掉 他的琴 他的琴想跟江洋政委員 台灣人的喉嚨被切斷了 很多的知識分子 馬槍典就是 有人的那白色恐怖 很多人被殺在 就是爛亂張在那裡的地方 跟剛才那樣 跟剛才那樣 年文青是一樣的 就是 其實這些人 他的故事 我為什麼要寫這些人 第一 大家賣 大家賣 這些人的故事 是一個公學校的老師 然後那個時候 你能說 他是一個 風風烈烈的時代 全台灣人民 為什麼要對一個 柔白要令的人 做那個空情 因為是 給他的出聲感動 給他的感動感動 然後對一個人的黨 做那個 要抗爭 然後要用自己的力量 去改變這個社會 去營造新的社會 但是 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 在這個時代 去回收那個故事 因為這些人 不會去方北京 之後 我們就不會去這些歷史 頭前的印象 後面的印象 我大概經過高峰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 現在高樓大廈 其實前一個腳踏車 有可能騎過這裡 其實我們已經不去 這麼高峰 這樣 好 這是間結果 那個 有心 嗯